再来看到民众党台东县议员陈鸿宗 昨天在议会总质询时 炮轰县内的警察抓超速 酒驾有点太过严苛了 重点是台东县长柔庆林竟然还附和说 现在年轻原警有时候也不受教啦 这句话就在网路炸锅了 网友认为县长是言论不当 你看那个马路这么只视线道 用期间测试笑死人 民众党议员陈鸿宗29号议会直询时 提出县内交通比较中央实在太严格 认为警察抓酒驾没有兼具勤礼法 罚款过重让基层家庭陷入困境 但县长柔庆林的回应才真的让网路炸了锅 议员其实现在年轻的原警也不受教啦 面对直询县长进脱口指年轻原警不受教 引发质疑言论不当 难道可以酒驾警察还要装没看见 法律的尊严不重要吗 哎这个昨天这不是我的意思 就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原警在执法的时候呢 能够多有一些劝导 他们讲话的态度 或者可能会让民众不太舒服 县长出面成期 民众大爷发声明强调酒驾零容忍 交通议题直询引发失言风波 政治人物一言一行全都看在民众眼里 接下来留言向台诺报告